8月22号 第14届京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在天津开幕 台湾政商界高层 岛内重要人士 基层民众 以及青年代表约300人 相聚滨海之城 中央台办 国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宋涛表示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倾听两岸同胞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主流民意 用心 用情 用力 为台胞台起 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不断增强台胞台起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和参与民族复兴的自豪感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秉持民族大义 担负历史责任 极致鲜明地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护台海和平稳定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中国国民党前代理主席林郑泽 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期待更好发挥金台会平台功能 推动金台交流合作 取得更多成果 希望未来两岸在深化交流中 厚执情意 交流交心 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本届金台会以新理念 新格局 新动力为主题 设置七大类共11项活动 旨在宣介天津营商环境落实会台政策措施 推动金台经济合作 深化金台融合发展 本届金台会期间有19个重点项目进行集中签约 投资额达49.2亿元人民币 台湾的所有的产业 全光业 从农业 现代服务 都应该可以在天津找到发展机会 特别是我们政策经济一体化之后 整个的版图变大 天津的版图变大 所以就充满了机会 本届金台会从8月21号延续到8月24号 期间金台投资合作推介会 台企新品采购洽谈会 天津台博会嗨购节 助力天津培育建设双中心城市研讨会等活动 也同期举行 已经开放交流了这么多年 我们希望更深化 更落实 那个融合 两岸的金融可以融在一起 能够更深化的发展 每一次接着交流 合作 融合 发展 更能够扩大我们的共识 扩大我们这种经济 投资和合作的一个成果 那个经济的效益 所以我觉得疫情过后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回忆 我们的消息